它和我们上周介绍的超便宜索泰RTX1660Ti独显小主机的外形几乎是一样的 销售价格却翻了一倍 不过它的CPU和GPU都有了相当幅度的升级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国庆节前能够以2799元买到的 装置Intel i7 10750H CPU和NVIDIA RTX 2070 Super独立显卡的 索泰ZBOX EN072070S迷离主机 这台小主机国庆节促销能够以2799元捡到手 比如我们上周介绍的RTX1660Ti小主机 可是整整贵了1300元 那么它是否仍然是个便宜货呢 我们给它找了一个对标的标底 就是大名鼎鼎的InterLock幻影峡谷 幻影峡谷的配置是i7 1165G7加RTX2060独显 这台Lock小主机我自己也在使用 当年可是以4000多价格买入的 那么今天我们能以2799元买到的 索泰ZBOX EN07能否超越InterLock一代经典机型 幻影峡谷呢 索泰ZBOX EN072070S 装置Inter i7 10750H移动标压CPU 6核12线程 装置NVIDIA RTX 2070 Super独立显卡 8G GDDR6显存 双通道DDR4内层 2999MHz 双M.2 P3E 3.0X4接口 加SATA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和千兆网卡 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两根外置WiFi天线 说明书和驱动的U盘 这电源是超薄大板砖 19.5V 46.9A 一共330W功率 真厉害啊 小主机机身是金属的 顶部是塑料的 上面有厂商的logo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ST卡插槽 USB 3.1A口 10Gbps 麦克风接口 耳机接口 USB 3.1C口 10Gbps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千兆网口 2.5G网口 双WiFi外置天线接口 独显DP接口 独显双HDMI 2.0B接口 另一个独显DP接口 4个USB 3.0接口 两侧 后部 顶部都有通风口 这是两颗 一拆螺丝 徒手 就可以领开两个 一拆固定螺丝 按住向外 推开底盖 轻松打开 我们来看看 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4内层插槽 最高2999MHz 两组P3E 3.0X4的 NVME接口 这回两组都是插式的了 旁边是 测试仍然非常温柔 超过90度才60%的转速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几分钟后稳定在54W 几乎保持一条直线 整机功耗104W左右 CPU频率运行在3.5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索泰ZBOX的10750H CPU 功耗一直保持54W 时温2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6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59度 温度不高 我们首先使用索泰ZBOX小主机的 i7-10750H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22分54秒 共计1374秒 1374秒不是很好的成绩 比12代的12450H 以及1235U差一些 但比我们测试过的 11代几颗CPU要高 比如幻影峡谷的116577 还有TH50的11320H 这两台小主机刚好我都在用 简直是直接打脸了 CPU-Z多线程3820.6 单线程538.8 多线程性能稍低于12450H和5600U 比我的1165G7-11320H高很多 GagBenji 5多核6383 单核1303 多核成绩仍然比5600U和12450H低一点 远超11320H和1165G7 GagBenji 6多核6628 单核1752 多核成绩距离12450H拉开了一点 还是比1165G7高一些 CPU-Z多核7192 单核1265 多核成绩远超1165G7和11320H CPU-Z多核436 单核77 多核成绩稍低于12450H 比1165G7高不少 PASMARK多线程13529 单线程3031 多线程成绩稍高于11320H和1165G7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索泰ZBOX 10750H的54W性能发挥 多核性能高于11代的几颗移动标压和低压CPU 比如11390H 11320H 1165G7 但是低于12代的12450H 也低于5600U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068943 CPU得分416967 我们还给这台索泰ZBOX 10750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583707 XX20 365868 CORMARK 254378 在CORMARK成绩上 它和5600U 12450H 是差不多的 甚至也接近了5600H 把1165G7和11320H 甩得很远 索泰ZBOX 107 2070S 它装置了RTX 2070 Super的独显 我们先来跑3DMark的测试 Time Spy 8077 Fire Strike 20869 Steel Lomate Night 60.69FPS 这个成绩还是真不错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RTX 2070 Super图形性能 是远高于幻影峡谷的RTX 2060的 Time Spy比我们测试过的80瓦性能发挥的RTX 4060M 还高 Fire Strike也和80瓦性能发挥的RTX 4060M 几乎一样 Steel Lomate Night图形得分 不但高于幻影峡谷的RTX 2060 也高于80瓦性能发挥的RTX 4060M 跑分这一块还是真不错的 接着来看RTX 2070 Super的功耗表现 我们先单考GPU 看到它平均跑在115瓦 接着加入CPU-Z压力测试来双考 RTX 2070 Super保持在115瓦 i7 10750H逐渐下滑到51瓦稳定输出 接着来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极端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70多帧 复杂场景60帧出头 2K超高画质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场景60多接近70帧 地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全程没有低于130帧 2K超高画质 全程没有低于100帧 非常来时 荒野大标科2 1080P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63帧 2K超高画质 平均增49帧 古墓丽影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102帧 2K最高画质 平均增70帧 英雄联盟 4K最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增170帧 最后我们测试 黑松画无空 1080P超彩55 DLSS均衡模式 关闭增生层 画质自定义 几乎全部是高 测试结果是 平均增61帧 实战一下 这就是RTX2070 Super 古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1 2 3 2 4 5 2 3 2 3 1 2 我们把3A游戏测试结果做成图表 来看一下 对比80瓦性能发挥的RTX4060M RTX2070 Super表现不错 各有胜负 跑分差不多 3A游戏表现也差不多 再看看跑LAMA 3.1大模型测试 28.93Token每秒 相比其他几块显卡 2070 Super的表现就要稍微差一点点了 RTX2070 Super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20Hz 8WYCBCR420的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B标准 DP接口最高支持 4K1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DP和Type-S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WYCBCR420的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RTX2070 Super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帧VP9视频 YouTube 4K60帧VP9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3100Mbps达到了PCIe 3.0X4的水平 Type-C接口连接硬盘盒 1000Mbps 这C口是10GBPS的带宽 Wi-Fi测试 Intel Cleaner AX1650X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77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 Intel Cleaner 3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1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索泰ZBOX EN07-2070S 装置了i7-10750HCPU 和RTX-2070SUPER独显 CPU54W的性能释放 GPU11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双烤时最高整机功耗才226W 待机最高功耗25.4W 按上面这些结果 咱们330W的大板装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度 GPU待机温度39度 SSD待机温度45度 这台小主机双烤CPU和GPU 51W加115W 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7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38分贝 可以算非常安静了 索泰ZBOX 1207-2070S 装置i7-10750H CPU和RTX-2070SUPER独显 CPU54W的性能释放 GPU115W的性能释放 小主机的CPU性能 接近还没有达到12450H和5660U的水平 但远超我们自己的1165G7和11320H 相对于目前的旗舰来说 算是终端CPU的性能 但它的独显那就太强了 超过了幻影峡谷2060一大截 非常接近我们才测试过的 80W性能发挥的RTX4060M 那块显卡花了我2000多元 接口配置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平 双PCAE 3.0X4的NVME接口 还可以安装一块2.5寸SATA SSD 双网口竟然也有一个是2.5G的 WiFi6无线网卡没有堆叠 还有外置天线 4显示输出接口全部是独显直连 HDMI是2.0B 可以输出4K120Hz YCPCR420的压缩信号 也可以算4个接口都能输出高刷显示信号 它的做工与目前旗舰级别的独显小主机相比 是差不多的 而2799元的低价 虽然相比RTX1660Ti 小主机贵了不少 但仍然还算是在便宜的范围内吧 总结一下 CPU54W的性能释放 GPU115W的性能释放 8G显存 RTX2070 Super非常Nice 基本能2K超高画质玩低平线4和5 1080P最高画质玩古墓丽影暗影 1080P超高画质玩荒野大标客2 1080P高画质玩黑神话悟空 散热和静音都优秀 做工吊打国内一众厂家 各种接口比较齐全 它的CPU性能肯定不如旗舰 但在目前的1080P3A游戏下够用了 它的图形性能 接口 散热 静音 设计 做工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还有 它还真不贵 2799元的促销价格 独显迷离电脑一般不便宜 这价格只比8845HS的旗舰迷离主机 高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把它推荐给 需要低价格来使用迷离电脑玩游戏的朋友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